Limon,其實這些白色的電器用了那麼久 就變得那麼黃 其實有沒有方法可以令它變白 市面上都是說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但最近看到網民 又真的說有支東西在淘寶買回來是可以的 究竟是打手還是真的 真的要試試才知道 好,不如我們現在拆下來試試 拆這些變黃了的冷氣機殼 特別要小心 因為它們變脆 很容易硬來就會爆 所以一定要很輕力 首先第一個可以先拆這個 一來最容易拆 二來都可以當熱身 冷氣機這些是不是用螺絲的 全部都是這樣吸下去 所以我們這塊東西先拆在中間 就可以鬆出來 盡量不要硬來 鬆了這兩塊出來之後 就有彈性 你就可以把左右移動出來 先移動一邊 再出一邊 這塊就拆出來了 一般我們洗隔塵網都會打開它 然後把隔塵網移動出來 然後就去到最重要的部分 這裡有三個架位 我們都一定先拆在中間的 原理和剛才一樣 都是把筍位移動出來 令到中間會活動 然後拆側便便會更容易 拆之前先要了解一下架位的結構 每一個架位都有一個筍 要先把筍頭移出 明顯才可以移動出架位 這些千萬不要硬拉 一定要把它移動出來 盡量拉出來 然後這樣向上拿 OK 這樣就送出來了 這裡寫說 如果碰到的手就會有刺痛感 所以記得戴手套 和噴的時候就放近一點 以免它彈到周圍也是 記住開槍保氣 空氣能痛 因為應該都挺臭的 這支東西其實是怎樣用 這支東西我也是按去這樣說 首先要噴在表面 當然噴之前要先清潔 噴了之後 再把紙巾拆在上面 然後再噴到它差不多滴水 鋪完紙巾才是最重要 因為我們要噴到紙巾濕到有滴水 才可以確保貼近機身 記得確保每一張紙巾都緊貼機殼的表面 不夠濕便要再補噴 接下來就是包保鮮紙 我相信原因就是 確保一些紙巾緊貼的機身 以及避免它很快乾透 所以就盡量扯行一點 然後就包得實一點 就不要鬆開拋了 那到最後一個步驟就要拿出來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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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面膜包著它 應該都會有一定效果 這個產品十次你覺得是成功嗎 非常之成功 唯一就是看環保 那些物料會不會有些害處 只看效果是相當理想的